要健康 要生实 要理财 要学习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耶 我是好爸 我是好吗 我是好小弟 我是好小妹 我是阿贝啊啦 哎呦 我阿贝尽嘛 哟哟 我很好小这场 哼 我一会儿说要去旅行 一会儿又说想要买地 盖民宿还有自己种菜种花 到底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看得很紧 怎么会不知道呢 妈 阿嬷一个人在那边睡睡眠 看起来心情很暴躁 你要不要去关心一下 会不会跟我一样有叛逆期啊 还不过阿嬷的等级跟我不同 应该是回春叛逆 好 你个人哦 有心没嘴啦 不要乱说啦 阿嬷 你在那边干嘛啊 我跟你说 最近你阿爸 时常说要去做一些花钱的事 比方说 看到隔壁王先生一家人去日本玩 他很羡慕耶 就说应该也要去日本泡汤 吃拉麵 还有看电视介绍说现在民宿很赚钱 就说不然也去买地坐坐看 玩也要钱 买地也要钱 钱钱钱 到底这些钱是要从哪里来 还有 我跟你阿爸说到这么暗 他怎么会有机会偷存到这样一笔钱呢 我都想不通 哦 想得头好痛哦 心也乱乱耶 阿嬷 你不要乱想啦 其实之前阿爸就有说过啊 很想好好悠闲地和你一起享受晚年 去其他国家走走 或者搬到乡村或山里住 只要好好善用之前的老人年金 不用太虚花 就可以达成小小的心愿 哦 原来是老年年金哦 我怎么没想到啦 阿嬷 你也有哦 所以两个人加起来一定够啦 噓 先不要跟你阿爸说 这个 我还是想要把他当作私房钱啦